Hello大家好 我是有话直说有房视频的飞云 今天我们来到Candala这个社区 Candala在Richmond 那这个社区呢 包括这个城市 我们也是拍了很多的房子 也做过城市介绍 如果您是第一次看的话 想要了解的话 可以去放我们以前的视频 那今天拍的这个房子呢 是Parrot 那Parrot它建大平城是比较多一点 那像这种就是小户型的两层的 相对来讲的话会比较少一点 所以呢我们也是来拍一下 那这套房子呢 它是个两层四房三位 2443尺 占地面积是5,399尺 那它现在的价格呢 是48万 基本上来讲的话 可能47万46万5 可以拿下来 Tandala的学区非常棒 小学中学高中都是全A的 为了管理费是750一年 非常划算 地税呢也不算高 3.14 这个社区离K地是非常近的 南K地 那去到亚洲城呢 开车也只要16到20分钟之间 那去到中国城呢也是30分钟以内 所以还是非常非常方便的一个城市 包括它周围都是设施非常成熟 比如说HP啊 购物啊 等等的餐饮呢都非常方便 目前Kandala这个社区Perry的这种小两层的话只有这么一套 那我们进去看一下 它的这个门朗啊是比较宽的 前面呢就是石头和砖 那边上呢就是砖 然后上面呢就是这种siding board 也就是说我们讲的板 那我们进去看一下 首先一进来呢就是高调厅 那想46万547万你买高调厅全新房的话 2400多尺现在还是不太容易 那它的楼梯呢是用铁翼的 这边呢就是路户们从车库进来 然后这里就是一个MOD 所以你在这里可以钉一些钩子 放鞋子挂帽子什么之类的啊 然后这是它的车库 两个车位的车库 所以它的窗很多 你看这边双排的窗而且很大 地板呢是瓷砖的 就是看得像木头一样 但是实际上是瓷砖 你看这边又是一大排的窗 所以这个房子很亮 它是东西朝向啊 也就是说坐西朝东 那这是它的厨房 那我们知道现在就是 不管是Perry也好 Westling Home也好 包括Cometier也好 这种它都是以厨房 餐厅客厅客厅这样开放式的 当然现在因为你没有放家具 可能没有概念 实际上放的家具是非常漂亮的 那紧接着就是这个高调厅的客厅 我们继续往右边走 来到了楼下的第一个卫生间 那这个卫生间呢也是客源卫生间 同时呢是这一个房间的卫生间 一帽间 它一帽间呢是在房间里面 它是个长条性的一帽间 所有的房间呢 它用的是地毯的 这个是一个非常常见的这种格式啊 或者说固形做法 那我们继续往前走 那我们继续往前走 后面呢是主卧 那主卧的也是三上大仓 双开门 进去是卫生间 它两个洗手台啊 这个是比较长 然后有独立的浴缸和淋浴房 它的淋浴房做的很舒服很大 2400多尺的房子 这是淋浴房 那里面呢就是衣帽间 它的衣帽间 这里呢是可以直接可以去到洗衣房的 那像这种很流行的 那它的烘干机就只能用电的 它不能用煤气的啊 但老师说我们德州啊 就是这种能源呢还是比较便宜的 这是马桶间 所以我们也有跟客户 就是外州的客户说 你们为什么用 就是太阳能的不是很多 因为老师说我们的这个能源还不是很贵 所以可能还不是很普及吧 用这种太阳能的 所以这个整个的房子是特别的亮的 当然你效果肯定会有点稀晒 因为你后面是稀嘛 但是不管什么时候 这个房子都是特别亮 所以我们讲一个房子 总是有那么一点 不是那么的完美 这么讲吧 然后我们去到二楼 所以这个楼梯 它是中间有一个过渡 所以不会 不会显得那么高啊 游戏房 游戏房呢也是有很多的 有三个大窗啊 这边还有两个窗是前面的 二楼呢是两个房间和一个卫生间 这是一个其中的一个 这个房间尺寸挺大的 然后它是有这种叫接根的窖啊 它就相当于这个房间有自己单独的 肝的这个洗手台嘛 它是肝是分开的 然后我们再进去呢 这里就是马桶间和淋浴房 窗户这里来到了另外的一个洗手台 这边 那也就是说外面和这间房间 就用这个洗手台 这个房间似乎比刚刚那个房间 要稍微小一点点 整个的房子就是清晰清晰型的 应该这么讲吧 好 那我们可以从这里看 它的高条啊 就是路户的高条 特别的窗 所以这个房子任何时候 它都是特别亮的 除了是说如果 因为这个朝向是每个人 习惯的不一样啊 比如说我们就有个客户来看的这个房子 他说朝东的 前门朝东对他来讲 他就觉得很合适 他说紫棋东来啊等等 就是每个人的讲法不一样啊 每个地方也不一样 我们接着就是阳台 他的砖是这种淡色的 有点这种灰白的感觉 还是看的比较阳气的 那如果是说这三个房子 应该是这个砖是 会这个颜色会比较的 小清晰阳气的这种 那那个是隔壁的 然后呢这个是右边的 好的 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 如果您是第一次看我们的视频 请记得点评关注转发 如果您有房子在休斯顿 需要卖买出租管理 请联系我们 我是飞云 美国休斯顿房地产经纪人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